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間很特別的獨立屋 是我們的新名單 即將會上盤掛牌 這間屋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首先第一 它是一個很寧靜的社區 我們的位置是North Burnaby 一個叫做West Ridge的地區 大家看到周邊環境是很多很多的樹 因為是很近公園 其實上去就是SFU Mountain 這裡走路幾分鐘已經有一條條路可以去行山 周邊有很多樹木、圓藝 而這邊的屋都是大型獨立屋為主 我們今天掛牌的這間屋是很大的 總面積8320呎 它的Frontage 即是闊度 由這邊開始去到水龍頭 屬於我們的位置是65呎 然後深度一直下去是128呎 所以整個土地面積是8320呎 這間屋其實是三層的 這個好像我媽媽那邊的斜路屋 是一個山坡 所以大家看到是兩層 其實下面還有一個Walkout Basement 是三層的 室內總面積是4700呎 門口很寬敞 這邊的Driveway 平排可以至少拍三部車 深度的話應該都可以拍到兩部 然後也有些樹、圓藝點綴 這棵應該是櫻花 是否就是我媽媽家門口那棵 是一模一樣 是櫻花 現在是綠色 大家早春的時候就會很漂亮 櫻花遍地 然後旁邊這棵草地都是屬於這間屋 屋主都有打理一下 有些圓藝、有些草 然後這裏下來是一個並排雙車褲 旁邊有條路可以落到後院 稍後再和大家逛逛 然後這邊全部都鋪好石屎路 但上面有些石仔面的點綴 也都是很整齊 沒有什麼凹凸不平或者是爛了 這個車款因為斜路下來 都已經有drainage在這邊 來到這裏還有條路 那邊彎進去可以放垃圾桶 這一間屋的話我們就進去看看 其實這個樓齡還未說 它是1989年的時候是建成的 屋主都差不多是九幾年的時候買入 雖然不是一手屋主 但都住了很久 以前就是一個family 有幾個女兒、子女 現在的子女長大成人 一個個都事業有成 搬出去 就剩下老人家 所以就想downsize 這個也是一個風水屋 因為每一個小朋友 都是健康身穿 然後事業有成 我們看看屋的外場 它主要是紅磚長 然後配一些stucco 白色是stucco 屋頂的話 它是瓦頂 瓦頂在溫哥華地區用的話 有個優點就是 它的保質 其實可以用的時間 比平時的立青 說四五十年都可以 只要你有稍為保養的話 因為溫哥華的話 熱脹冷縮 沒有Toronto那邊厲害 所以瓦頂可以的話 都可以保持很久 比立青更加耐用 這間屋是當初的時候 其實建出來的都是漂亮的 是豪宅標準 這個drainage也是好東西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是把清樹葉的位置放在這個位置 大部分我們建的屋 其實都不是放在這裏 通常都是在屋頂的位置 那些管道的中間 那有些什麼 為什麼要放在這裏 為什麼好呢 因為其實你放在這裏 很容易清理 就算我女孩子 我不用爬上屋頂 我拿出來就倒了 當然我現在不放在這裏 其實它都清得很乾淨 只有幾條而已 大家會看到 它這個位置 有一個是闊一點的罩 所以樹葉 比如說你下水 有水下來的話 樹葉就可以沖下來 然後就是這個guard這樣折住 水下去就沒有那麼容易塞了 因為這個屋主都很疼屋 大家看到它其實門面 各方面都很整理得很好 有些花藝 我們進去看看 剛才說這間屋 是當年的配置 或者建設的級別 都很高級 所以有個很漂亮的入門口位 進來之後 大家已經立即看到 有一個很漂亮的入門口的走廊 中型位置 簡直是兩層的樓底高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天花 還有雕花 也可以被你掛到雕燈 這邊有些位置可以放一些裝飾品 不是每一間屋設計 都會考慮這些東西 通常是高級別的 會去用一些空間 去製造這個效果 還有一條樓梯 可以走上去 我們說一說這間屋室內的格局 分三層 總室內面積4700呎 有六間睡房 其實它有四間睡房在上面 其中兩間是套房 然後中間這一層一間房 樓下一間房 中間走進入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主要是客飯廳、廚房 加多一間房間的空間 這邊經過這麼漂亮的花藝 走廊進來 樓梯下去就是Basement 直接走進來 已經是家庭早餐桌的位置 這個地方是家庭式的 那邊是大廚房 中間是飯廳位置 這邊是Family Room Family Room都很巨型 就是放了很多窗 還有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間屋另一個特點就是很多窗 基本上它不是放在廚櫃的位置 這棵牆 就盡可能開了很多很大的窗 就是maximize 了這個 View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看海景 這邊 它看海景的位置 其實全家屋的這一邊都是向西北 西北邊 所以看到海景 也有個很大的露台 我們可以走出來享受看 這裏就是差不多西北方向 所以大家看到水之外 也看到北邊的雪山 這裏看出去的話 這裏高了的山坡 其實就是Capital Hill 再過去是Bernaby Heights的地方 都是以樹木多為主 然後就是海 這個海是比較淨的內海 所以貨船的數目就少些 比起大家在UBC 或者西溫那邊看下去 比較多貨船的感覺 比較淨一點 這裏的河一邊再進去 就好像在你捉蟹那裏 是呀 這邊再進去 是上次機仔和朋友捉蟹的位置 我們這邊看下去 因為我們是一個山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裏看下去 首先是自己的後軟 是有一點點向下斜的 亦都有些懸蟹 再下去就是其他人的屋 有一層一層下去 我們已經是屬於比較高的位置 所以我們也看得比較遠一點 海的後面 北邊的話 已經是北溫 那邊是西溫的位置 其實我們也是北溫比較東的方向 這邊也是植物樹林比較多 因為說真的 北溫的time center 就會是那邊多些高樓密集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個view看出去 都是以樹木多為主 再遠一點那裏就是西溫 冬天下雪就有雪景看 我們看來這一邊 這一邊就是偏多西藍一點 西邊正西一點的位置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 我們可以駕駛10分鐘距離到的 Bernaby 叫做Amazing Brownwood 即Bernwood town center 這邊過去的距離駕駛10分鐘 買菜吃飯也很方便 然後再去到下面 那邊比較藍一點的 那邊就是Metro town 所以這邊的景觀 基本上是西南到西北都看到了 好 我們現在就回到去看看這間屋 好像這一類這樣的 property 就比較適合一些想自住 要一些比較清幽環境 但又可以十多分鐘車程 可以買到菜吃飯方面的人 還有可能大家庭也好 小家庭也好 需要多些空間去走地 也可以去行山 方便的一些朋友去住 我們剛剛看了這邊 看廚房 中間再向這邊 廚房 它現在就是U-shape的大廚房 再加一個中度 大家看到的這些木紋的廚櫃面 都是當初九幾年時代的設計 但我家庭其實都保養得很好 沒有很明顯 脫皮脫骨 每一道門都舒舒服 保持得乾乾淨淨 都很疼心屋 當然如果你買進來之後 你不是拖骨 其實都不會拖骨 這間屋子建得很好 其實你買進來之後 想的話都可以做多一次全新的裝修 把它變得很 modern 改一下門 油漆的顏色 其實已經可以是一間很漂亮的房子 空間都足夠寬 本身的格局都做得不錯 因為這邊是Family Area 這裡有一道門可以開關 即是避充油煙地 出到去 還是玻璃門 出到去 這裡是會客的客飯廳位置 有一個Formal Dining Area 現在看上去有少少壁 因為兩邊都有櫃 聖誕樹 但其實闊度很足夠 那裡屈進去 這邊還有長壁的空間 六人餐桌 還有一個長度 這裡走兩級樓梯 就是客廳Living Room的位置 這邊也很大 和剛才的Family Room 有得很闊 很長 另外有很多窗 也說這間屋 只要能夠做窗的位置 我都看到它做了窗 所以採光各方面也很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上樓看一看 繞了個圈 這條圓拱形的樓梯 它一直有雕花延伸到前面 當初是高級配置屋 樓上有四個睡房 三個洗手間 其中兩個睡房是套房 我們一間一間看 這邊過來的就是兩間房 這邊直入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話 舊的房間是大很多的 現在可能是一個庭廳範圍 就是一間房 大一個廳 對 大一個現在的庭廳 你說了一房兩房 兩房的廳 對 大一個我自己的廳 對 很大 它足夠 大家要擺Kings Kalifornia King 都可以擺到 現在屋主 好像起居生活 都可以在這裡進行 有鋼琴 有書桌 這邊有電腦 有櫃 很大 也一樣有海景 主人房 也有他的私家露台 這邊也是可以走出去的 再上一層的話 景觀就更加漂亮了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來前面的屋頂又軟了 所以就提升了一層的階梯之後 好像感覺上再開闊一點 海再大一點 高了 好 看完這個之後 其實最美的海景在哪裡呢 這個就是 所以我見過最大的洗手間 而且採光最好的 當然這裡每一面窗都有窗簾 整個洗手間的所有牆壁向著海 都有這個景觀 還有是有一個大窗 所以大家在這裡洗澡 去洗手間應該就很開闊很開闊了 其實我想這個是以前 舊的屋的設計 會很重視主人房 要maximize所有最美的位置 如果現在起床的話 這個位置一定不會浪費洗手間 可能又是一間房 會重新滑織了 這個洗手間有一個 這邊進來 就有一個shower stove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sink 但其實這邊的長度 大家足夠 如果想再改的話 可以做其他洗手間 和一個很大的按摩浴缸 屋主再安裝了很多鏡 令到這個洗手間的空間感更加強 好 看完這個海景洗手間之後 我們就去看看樓上的另外兩三間房 另外三間房 看看衣櫃 這個應該是walk-in closet 我的walk-in closet 其實都很大很深的 燈仔 燈仔在外面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也是 可以重新設計的意思 我們看看旁邊這間房 樓上這間房 會向入面向東 旁邊有些樹長 所以明顯會比剛才暗多一點 但尺寸也很大 兩邊有書桌等等 床的話擺平尺寸也沒問題 看看是不是walk-in closet 這個不是walk-in closet 是普通的衣櫃 好了 然後我們再看看另外兩間房 中間這個位置 都是一些放東西的位置 樓上有兩間房 要share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窗是用磨砂 上面有一個很大的天窗 所以洗手間這邊也是很光亮的 很曬 這邊有兩個 sink 下面有儲物空間 這裡有一個比較大的浴缸 浴缸和shower 也有一個金框 另外樓梯位上來的 右邊也是兩間房 這間也是一間海景套房 2nd master 露台小一點 也可以享受溫度 看到隔壁屋 因為這邊是北邊 還有一間窗 這邊的採光也不錯 一樣是一間大房 這間比較長 所以大家放床之外 這邊可以放梳化、電視等等 它也是有一個自己的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是小一點 正常的 都有窗 不是黑廁 就是 sink 後面的座廁 還有一個 shower 浴缸和 shower 它也有衣櫃 而且有兩個 這邊有一個 不是 walk-in 這個後面也有 有兩個衣櫃 不過這間房子 有很多儲物空間 等一下給大家看 不用擔心你的東西擺不到 甚至不用用 garage的空間 去擺東西 第四間房子又向內街 向這條 我還未說街名 是pandora street 這裏也有一個單人床 空間不用怕不夠 樓上的四間房間 三個洗手間看完了 現在我們去看看 walk-out basement 又回到中庭位置 剛才沒有說到 這邊向內街pandora street 有五個窗 又是造型 又是彩光的感覺 都很舒服 我們回到中庭位置 然後去看看 walk-out basement 是怎樣設計的 其實門口進來 這邊有足夠的Landing位置 讓你坐下換衣服 還有這間房子 它的熱量是水暖的 Baseport heating system 它會有控制 有幾個鬆 有這些衣櫃 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一邊 剛才未看 這裡兜進來 我們直進去看看飯廳 這邊進來還有一個powder room 這一層 大家如果要去洗手間 就可以在這裡 就是座廁和sink 然後這邊就是launchy room 很方便的設計 門口進來 這裡會有一個儲物空間 因為你的車褲就是這樣走進來 所以衣服都會掛在這裡 之後就是side by side 它也換了一個新的牌子 有washer dryer 有一個sink在這裡 儲物空間 然後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車褲 車褲是並排商車褲 他們現在有一些面積 用來擺東西 就拍一部車 車褲旁 向著side way 也有窗 這就是車褲 OK 我百多年已經有中央急診來動 對 所以說是高配置屋 然後我們剛才說中層有一間睡房 就是這邊 向裡面很靜 看旁邊的屋 屋都不是 來到床這個位置 大概是西邊 Burnaby那邊的屋的位置 好 我們現在就去下面bassement 看看 這裡下去bassement 有一個門關著樓梯 如果大家將來想出租的話 可以在這裡鎖 好 這邊的樓梯 我們下去看看 我們剛才說這間屋 有很多很多的儲物空間 其實就是這些crawl space 有兩個crawl space 其實這一邊 兩道門開 這個crawl space crawl space裡面 因為它這個是山坡位 所以它的高度 做不到另外的房間 變成一個儲物間 而且是特別涼快的 你想睡覺嗎 不是的 是儲物 屋主說有些東西 你又不用放在雪櫃 但又想放在陰涼的地方 它就放在那裡 真的涼快一點 這裡 你睡覺 如果你可以的 你要完成了 你將它完成了 就可能畫一個地方 有灰板 有漆 上好了 可以變成一個 小朋友玩的地方 大人就不能進去玩 這樣要多少歲 四五歲 是嗎 三歲 三歲 小朋友 小朋友玩是很喜歡 他捐進去什麼地方 好 然後這邊還有另一道門 去Cross Space 應該是同一個來的 還是不是 同一個來的 穿過來 所以有兩個門可以開 不如開門 放的最方便 不是很矮 鑽進去 很辛苦 所以我不是說不如開門 不 裡面很矮 我不是說開門 你可以放多很多這裡嗎 喔 OK 來到這裡 又放多一個雪櫃 這邊可以儲物 這邊可以儲物 看看是否機房 不是機房 都是儲物空間 這個是機房 我們會看到這間房子的熱水爐 和水暖地水的水溫 就是Baseboard的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 屋主的機房 都打理得很乾淨 沒有太多雜物 也不是太多灰塵 這邊應該都是儲物空間 樓梯底的儲物空間 也很深 裡面還可以放到東西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借空間 這裡也足夠空間 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們現在來到下面這裡 現在屋主是沒有將它做出租 什麼都沒有 即是自己擁有的 這邊有一個可以走出的門 將來大家如果有一個 2nd family想住在這裡的話 又不想經過樓上 都可以在這裡開門進來 是有鎖的 我們可以到外面的露台看看 等一下你沒有穿鞋 我不走很遠 走兩步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到下面是走出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自己住在地底 窗望出去 已經是地面的空間 完全是一個地面 也有一點點海景 來到這一層 海景就會多些 被前面屋的屋頂遮住 你這些摺位都會看到海景 旁邊也有山景 你會看到雪山 還有看到對面 Capital Hill的山坡 下面就是我們的後一 鋪了幾塊水泥地 然後這條樓梯可以走上去 客飯廳 廚房出來的露台 這邊也是大窗 這邊也是大窗 這間屋 為何我當初建建的時候 是一個高配置的屋 就是它並沒有說 因為Basement 就把下面很少窗 很屈質 下面也盡量 可以看出去景觀的空間 下面也是兩個大窗 一張大玻璃 下面一個可以開 所以令到你住在下面 採光、景觀各方面都很好 這裡門口進來這個位 就是極大的客廳空間 然後上兩級樓梯 就是廚房和飯廳空間 旁邊還有窗 這邊還有窗 所以廚房這邊也很光亮 這是一個大的LSA廚房 其實後面可以再延伸 然後餐廳 這些廚櫃比較舊 這裡可能比較少用 感覺上好像沒有什麼用 好 我們再 其實它有齊了 雪櫃、小碗碟機、雙星盤、爐頭、微波爐 全部有 如果一家人 例如爹地媽媽想過來住 或者是一個長生的小朋友 暫時住住都沒有問題 有很多空間 樓下還有一個全層泥 在這邊是全層 然後也有窗 這間屋好像沒有客廳 全部洗手間都有窗 然後這邊是 是嗎? 中間那層呢? 對 廚房間上去看看 我看到樓上的所有洗手間 樓下這間都是有窗 然後這邊有座廁 浴缸和浴缸 然後這裡 這些應該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就算你有第二家人住 他也不會侵佔你的儲物空間 他也有很多 這裡就是睡房 這間房也很大 一定可以放到金尺寸 再放一些寫字桌 然後看出去是樓梯底的空間 有些植物 室內分享完了 現在我們再去看看周邊的位置 現在就和大家繞長一周 看看室外的設定是怎樣 這間房子是新掛牌 Listing price是$269萬 接下來今個星期六日 會有Open house by appointment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預約回來看 這邊是車庫 剛才我留意到 除了車庫門口有兩條渠 走水和葉子 其實它的Drain下面還有鐵絲網 大家不用怕樹葉會塞進去 之後就會塞進去 並且清理鐵絲網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就是Driverway泊車 我留意到它多了一條毛 可能幫我們捗一捗 麻煩不小心衝了下去 外場主要是Stucco為主 面向外面有磚的裝飾 這些都是全屋的水龍頭 我看到它目測 是打理得不錯 乾乾淨淨 好处是这边是斜路屋 很明显是这样走斜路 所以这里有两层 去到海边有三层 我觉得有一样好 就是做好这条石屎路 有时斜路屋 好像我妈妈以前那间 我们买入的时候 上一手没有铺这些石屎路 它是一些小石的碎石 机器会做运输 或者将来租客出入 都会很辛苦很容易滑 它整好是好事 这边也有些水泥路 之后我们已经来到后院 它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这边 直至走入这门口 这边的高度很足够 所以下面这个完全是地位 你走出走入有遮掩 也不会觉得很有压迫感 好像我们家的露台下面 因为是Basement 就会很矮的 你就会觉得有压迫感 我留意到它的窗 这些全部都是双层玻璃 是88年、89年那时起的时候 就是双层玻璃 而且我也要留意到 它维护得算不错 但看上去都没有很明显的漏气 因为大家有时去看Open House 或者去看家的时候 都会发现 有些旧的窗 双层玻璃 如果它是没有那么好 或者它开始日久失收 就会有明显的漏气痕迹 就是窗和窗之间 好像有一层蒙了 你怎么洗都洗不到 我刚才整间屋 我们这样走坏 我都好像不太觉到这个现象 但当然 将来大家去买入这间屋 或者你来有兴趣 之后都要建议你去 找回验楼师 验一验 这个都是standard的procedure 来到这个墙底 这边有很多空间 楼梯底 这边还有一个窗 这些就是石子路 这边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 如果不铺石子路 走这些石子路 其实很不方便 尤其如果将来有小孩 推那些小孩 就不行 这些是多玉 而且容易生 这些是多玉 是吗 这不是杂草 它特意种种多玉 在我家旁边我特意种种这些 对 它蔓延了 而且会开花 好 这边有一个小草地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走路 可以走下去一级 大家看到这边 其实这边都是我们的 我们现在就去 这里 走一分钟 就已经可以开始行山了 我们试试 其实前面 红色车那里 已经是可以 等一下有两辆红色车 对 对面马路 软较远的那辆红色车 就应该已经是 TRAIL 入口 我们现在试试去看看 我们可以看看 人家这附近 为何我说是一个很宁静 很舒适 很优秘的住宅区 就是每一间鎊都很大 土地问题比较少 引发的纷争 不会欠车位拍 需要到旁边的屋 唱歌 吵架 这样 大家的车都可以拍在DRIVE RAY 每一间的玄艺 似乎都做得很适合 舒舒服服的 这些草刚收过 很漂亮 全都可以有海景 对吗 很漂亮 其实就算你不住在这里 大家过来看看 都可以看到海景很漂亮 已经是挖头巷 去到那边就没有了 路就完了 所以出入这条路 走到这个区域 都会是住 大家住的人居多 所以路没有黄线 很静的 还有这边 这个TRAIL的门口 都没有什么公众停车位 所以不会集合很多人春游 或者假日来 这个叫PANDORA TRIAL 全长1,400米 它可以通往TransCanada TRIAL 先上去 这样定位 我们的房子就是这里附近 走上去的TRAIL 很快已经可以有景观了 然后看上去已经是海边 应该换一对鞋 我其实戴了一对行山鞋 你穿这对鞋 是的 回去抹一抹 都是泥 即是我抹 我抹 是 是 是什么 捅了吗 不要走太快 有点热 等一下我先脱了 我们一年走一次山 不是 现在开始要走多一点 我们要挑战难道 我们去年走了Jofos Lake 今年去走Meggabardi Lake 每一次走山 每一次都会说 我们定期要走山 什么 听不到你说我 快点 好舒服 看完不要踢到 什么 哎呀 你都说踢到了 哇 还有一段时间 坚持到最后一个 不知道几十万大奖 那你行不行 我当然不行 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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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了 为了我们频道的观众 我要支持 努力 哎 我们走下来 拍照 就会撑 介绍吧 海 蛤 我们走三 大概是十分钟左右的距离 但已经可以看到有海景 很漂亮 很自然的景观 其实那一边看过去 那里是Bellacara的海滩 是我和机制 我们差不多是刚刚来加拿大 去的第一个交游的景点 Bellacara 那里又不是有沙滩通出来的 那里是Hamburg Island Hamburg Island 前小小小 一个独立的岛 叫Bolder Island 我看到有些人是爬周上去玩的 你看 可能是那些人在Bellacara 那里爬出去 还是有人住在上面 有只狗 都好像挺漂亮 可以爬周上去 是吧 我们下次可以 不如下次去爬周 你和人一起爬去的岛 有些人在玩帆船 很棒 那下年再登山吧 好啊 不是啊 下个星期吧 有没有朋友想一起登山 我们订一个登山旅行团 松鼠 他在这里假扮不动 不是很动 他在松鼠很坏 假扮不动 而以为看不到他 Hello 他这么呆 他不动 假扮不动 假扮不动 假扮石头 但他移动了下滑 可能他忍不住 疼不住 太疼不住 好可爱 我知道你在这里 不要假扮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不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好可爱 好可爱 不要 不要教他 他 他常常知道你走 是因为看不到我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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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